兄弟们好,我是韭菜 自从从墙内逃到国外之后 一直没有和这些粉红战狼停止过战斗 每天就在和他们斗智斗勇 这些傻逼也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 还他妈搞笑 可怜的是他们在国内往往都是最底层 赵家人都不带他们玩 把他们当做奴隶去处置 给他们吃最脏最恶心最高科技的食物 剥夺他们的自由 让这么多探头监控他们生活中的美食美客 不让他们上街游行 不让他们发出任何反对的声音 生病了也看不起病 也没有免费的医疗 没有免费的教育 可恨的是当有战意 有良心的像我这样的人 为他们发声的时候 他们还会帮着统治阶级去责骂 辱骂我们 自己是奴隶 却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 去帮着他们说话 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更可恨更可笑 那全世界都有傻逼 那为什么中国的傻逼 战狼准红会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国内的宣传 包括党媒官媒自媒体 每天给这些韭菜们洗脑 又不让他们上外网 又不给他们翻墙 他们看到的信息 永远都是共产党想让他们知道的信息 所以才导致了现在的年轻人 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 大多数都是傻逼 打开抖音 快手 这些所谓的自媒体频道 就没有一个正常的节目 现在这是中国 你想哄很简单 就把自己搞得要么就是傻子 要么就是疯子 傻到别人看到你就想笑 疯到你每天把爱国挂在嘴边 那你这个人在中国就是成功了 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抖音上 到底每天都是什么东西 让你们一次看个够 为什么中国傻逼这么多 在我儿子马晓阳的协助下 我会学习直播带活 活到老学到老 公益道路上 我们父子会坚持 之前我没考虑过要直播 但是只要做正能量的事情 我都会去学习 感谢朋友们啊 谢谢网友们的指示 粉丝们的关爱 网络传言 我一天带货 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不要清风就是雨 大家不要轻信谣言 朋友好 我是马宝国 今天 我开启了抖音的首场直播 并带货 令我非常惊讶 好家伙 直播才四个小时 就卖了41万的国货品牌 佣金还赚了四点球 金钟 刚才我把央视的新闻全部都看了一遍 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我觉得当下 中国的机会真的来了 中华复兴走到这个点 简直是要起飞了 全球有60个国家 强烈表示去本年化 寻求自主平等的贸易形势 我之前都说过 WTO不公平 但是不参加又不行 毕竟有许多国家通过WTO 将自己的贸易推向了全世界 虽然现在有60多国家 开始行动去美元化 但是去美元化之后 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更科学 目前还没有找到更完美的方式 不仅是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去美元化 阿联酋 卡塔尔 日本 英国 都在进行行动 马斯克昨天说 美国的政策过于强硬 才导入了这样一个后果 我觉得不仅仅是老美政策强硬 像它挑动战争 导致生灵涂汰 挑动战争是人类最产人的行为 像伊拉克 乌克兰 因为老美死了多少人了 把他我的人命不当人命 这是犯天调的 多行不义 避自闭 你知道美国吗 我知道呀 在很久很久以前 世界上并没有美国这一个国家 过去在大西洋海岸只有13个州 这些州当时太小了 他们认为大家应该捆绑在一起 才能成为坚不可摧的力量 于是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俱乐部 并且制作了一个有13条条纹的旗帜 有7条红条纹 6条白条纹 还有13颗白猩猩 放在蓝色的角落里 13条条纹代表当时的殖民地 13颗白猩猩代表当时有13个州 后来北美洲的其他地方也想加入 随着越来越多的加入 现在已经有50个州了 这些联合起来的州 一边靠近大西洋 一边靠近太平洋 这50个州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 他们的音笔上写着 A purpose on 意思就是合中为一 但不是所有的美洲部分 都加入了这个俱乐部 比如北部的加拿大 南部的墨西哥 他们就没有加入 你去看那个白美洲的历史 然后再看咱们中国的历史发展 做比较 中国最早的文明发展 就说农根文化吧 中国人历史上是从驯化动物植物 来生存下去的 咱们中国人到现在 一直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 像我们现在吃的猪肉鸡鸭鹅 都是我们的祖先经过了2000年的 对这些动物的驯化而得到的 所以中国文明古国对世界的贡献 也是具有非常非凡的意义 北美洲地缘辽阔 自然自然丰富 但那个地方最早并没有出现 比较高级的文明 甚至没有出现农根文明 这是因为他们的发展 并不是靠劳动 而是靠战争和掠夺来取得 当初的印第安人 才是整个美洲大陆的原住民 他们才是土著 美洲资源那么丰富 因此又引来了大量的殖民者 殖民者通过掠夺 屠杀印第安人 甚至实施了一系列的 对印第安人文化和种族的灭绝 以这种方式来得到财富和自然资源 因为他们的历史进程中 是没有原始文明的进步的 我接受这个业务的时候 我说我们的故障率 真的是苹果的好多倍 现在是倒过来了 现在苹果的首席的故障率 它是我们的好多倍 就我们是它的几分之一 就是靠我们的不断的 经营化的管理 质量体系的管理能力来提升 这是一个世界地图 发现一个地图没有歧视 你看到中国是这个颜色 台湾是这个颜色 不对 不对啊 我们给它改一下 改一下 只有一个中国 只有一个中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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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标法国 巴黎机场 地铁 慢慢都是中文标识 春天百货里 支付宝是最新潮的支付方式 坐标德国 一个留学生问德国人学德语 难不难 德国同学回答 你们不用学德语 你们只是来学机识后带回国 你们不会在这里工作 坐标美国 美国量子计算的国报机会去下马里奥 在网上看到一则阿里巴巴的招聘器事后 来到中国打工 他在谷歌上班的弟弟羡慕不已 坐标日本 姜幻生即将回国 德国前来到长迅的诊所向老大夫告别 日本老人点了点头说 加油 如今是中国的时代了 坐标意大利 二十年前他们打算修一座棋 一千海里之内吧 美国打不赢中国大陆的 我们绝对是有把握 在一千海里之内 击败任何对手 包括美国 他的联军 在这个范围之内 一个是我们电子对抗能力 比任何对手都强 就是我们中国的中程和中远程 常规导弹世界第一 我们有对手在地球上 我们自家不想台湾出来外销 用金钱收买任何国家政客 我们会叫总统参与的行程呢 我怎么知道 我以我的方法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习近平坐太久 第三任 他连任 是我们十几亿的 英文子孙 还有我们的大陆 所有的 对呀 市民拥戴他 你们有投票权吗 你们去拥戴他 他是不是选举 你们都看到了 不是我来说的 人民选出来的吗 人民因为大陆的政策 跟你们台湾不一样 也跟外面不一样 一分钱出来 让他们自家不向台湾出来外销 用金钱收买任何国家政客 我们会叫总统参与的行程呢 我怎么知道 我以我的方法 后悔 反正就是我是一个反面教材 我是88年的 然后34岁 然后在国内呢 属于小小小的高级白领吧 广告公司工作 然后英文还不错 然后有一点点法语的基础 所以当时我选择了来蒙特利尔 然后结果来了之后 就是被这边的冬天啊 雪啊 然后就给 当时有点搞得有点崩溃 然后其实我并没有吃苦 因为我资金各方面 其实也不缺 然后也不是说缺吃缺喝什么的 没有吃过苦 但是后来 慢慢在这边生活了几个月之后 我发现这边的工资也是真的很低 然后税也很高 你说在事业上标出一番成绩来 是不可能的 我并不可能找到以前国内那么风光的工作了 在广告公司做一个高管 不可能 然后我问了一下 这就是这边工作的人 几乎上就是一个月几千块 然后抛下税 就仅剩吃喝了 就没有什么了 然后我还在不断地消耗我以前的那个积蓄 我又住在一个 就是小镇上面 几乎上生活也非常不方便 然后零下二三十度最冷的时候 而且是天天大学 我当时就特别后悔 就给大家立了一个反面教材吧 在一线城市打拼过的这种 可能收入还不错的 像我以前在国内的话 收入其实蛮高的 就是在这边已经是望尘莫及的一个收入了 就是 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在这里分享这些 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 每个人呢 所自己面临的现存的生存状态也不一样 所以呢 就适合你的 未必适合别人 适合别人的呢 也未必适合你 反过头来说 如果你现在有三个孩子 都已经这个开始上周学了 上小学了 你又不是从上海什么广告公司 做高管这样过来的 那你可能所期望的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个绝对谈不上什么反面教材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你倒是提醒了大家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就如果你在国内的一线城市 事业处于上升期 然后你才期望着在加拿大 还有这样的机会 这个很难 所以你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 就是已经来到这边 好多的北京来的一些朋友们探讨过 他说你好歹拿了卡再走啊 就是来了就图个卡嘛 好歹拿了卡